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 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女士您好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最近呢 我想买一台SUV 但这个配置什么的呢 我其实也不太清楚 所以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那你这是来对 咱们公司啊 刚刚新推出了一款新的SUV 看 就是这个CS55plus 这款车啊 专门针对像您这样的年轻人的 而且呢 它起价很低 9.19万元 然后呢 还有很多灵活的配置 可以跟您自己选 现在买车都这么简单了吗 我自己选就行了 就是DIY了 爱信六档手自一体变速箱 这个是说自动脑的意思是吧 那必须得给我加上呀 L2自动辅助驾驶 我听说这个特别有用 全景天称那肯定得有啊 在线QQ音乐 10.25英寸全夜景 360度全景性 全车节节L1的组 选上选上选上 那肯定得有啊 这么一来的话 我这价格是不是 14.69万了 超出我预算了呀 女士 您也不用纠结 其实我们公司呢 针对像您这样的 全选配置的客户 推出了一个特殊的折扣和优惠 这些配置啊 你可以全部带走 只要12.49万元 你说 所有的这些配置 我一样都不用减少 最后的价格是12.49万元 没错啊 那我还考虑什么 赶紧给我来一台啊 来来来 恭喜恭喜 买车选配置啊 很多时候确实是一件 让人挺纠结的事情 光看配置表呢 你觉得哪个都不想放弃 但是一件一件 加上去呢 预算就又超支了 如果你和我一样 非常看重配置的丰富度的话 那么如今的自主品牌 可以说在这方面是诚意最足的 买车啊 选顶配 预算又不超支 多痛快啊 就当我刚刚选完的这台 长安CS55 Plus 自动炫动型车型来说吧 它的售价呢 是11.49万元 再加上1万元的 智能科技选装包 那这个选装包里 包括点啥呢 10.25英寸全液晶仪表 完整的L2级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测气帘 前排座椅加热等等 怎么样 这1万块钱 是不是花的很值 CS55 Plus 是长安Plus家族的第三款车型的 Plus车型啊 主打的是年轻牌 除了前面重点提到的 用丰富的配置来打动年轻人之外呢 就是外观方面的一些变化了 比如这个高光层云前脸 它的隔山面积啊 比CS55更大 更气派 你仔细看看这一层一层的结构像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吧 这是我前两天在国外度假的时候拍到的 那这个结构呢 其实它模仿的就是城市天际的云层 还有这个双宇日间行车灯 它采用的是一个双平行的设计 那如果你绕到车尾再来看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车尾的两端也是一个双平行的设计 而且尾灯本身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贯穿式设计 长安啊称之为天际霓虹 瞧就瞧在前两天我在旅行里拍到了另一张照片 看看我身后夕阳中的天际线 是不是确实和这个贯穿式尾灯还挺像的 这两个双出排气啊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的霸气 那其实呢 它也只是装饰而已 这里呢是封死的 真正的排气啊 隐藏在了车身的下方 这可是和奔驰奥迪同样的设计啊 成本低又美观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车身侧面 首先是隐藏式的B柱和D柱 它可以让整个车身的上半身看起来更加精神 下方是18英寸的轮毂 像涡轮叶片一样动感的造型设计 进入车内啊 这个内饰风格啊 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酷黑的主色调 并且搭配了这样的一些红色的运动包围 那整个中后呢 是向驾驶席倾斜了10度 突出了这台车啊 以驾驶员为中心的一个理念 2块10.25英寸的液晶屏呢 是亮点 并且啊 这个全液晶仪表还支持多种主题更换 预挨效果是相当的酷炫 那这个中后屏幕能做什么呢 这一台长安CS55 Plus啊 它新增了一个腾讯梧桐车帘系统 那它会支持腾讯地图 腾讯车载电台 以及QQ音乐等等功能 而且啊 它还能 一直爱主人 因为被设定成这样 好呀你 又在玩游戏 我哪有玩游戏 我手机在门上手上 我都听到声音了 还没玩游戏 这是这个车的一个功能 你看 它自带了一个王者龙的语音包 你看这打击 看 这还有礼玩 看 这效果还真哭炫 语音包让你在车里玩那么久吗 刚刚我是在这跟这个车玩 致力问答 你要不要跟我一块玩 召唤打击 到 我想玩陈宇接龙 来吧 试试你可以挑战几个回合 我先出提名来接 接步上有三次机会说跳过 结束游戏要说退出 开始吧 接种而来 来来往往 往事如风 风化雪月 月老星稀 稀疏平常 诶 你说得好像不在新华城里大词典里 接步上的话可以说跳过 请接月老星稀 跳过 两小无猜 才应亨通 通力合作 接着好 接我的 谢谢 你说你不玩王者荣耀 没关系啊 相信啊 将来随着OTA的升级 它一定能够支持更多人物和角色的语音 那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吧 说到这个AEI小安啊 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声源定位功能 现在呢 也有越来越多的车型支持语音识别功能了 但是啊 在这个级别上面支持声源定位的应该不算多 下面我就叫上我的妹妹来一起试一下 小安你好 嗨 帮我把温度调到26度 没问题 小安你好 我在 帮我打开座椅加热 没问题 AI小安的语音控制啊 基本上已经可以实现覆盖全车功能 比如说导航 空调 还有这个巨大的天窗 甚至包括巡航速度也能靠语音来设定 真的很方便 下面嘛 我们来到第二排来感受一下这台车的一个空间表现 那长安CS55plus 它的轴距呢 是2650号米 属于啊 紧凑级SUV当中的一个主流水平 那前排现在已经调到1米63的我的一个合适的坐姿啊 后排的腿部空间竟然还有三拳多 那头部空间呢也有两拳多的一个覆益 后排呢还有独立的中央扶手 以及呢 空调车风口 还有一个USB口的充电口 后排的一个座椅呢 它的柔软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整体的舒适度还是很高的 最后来看一下后备箱的表现啊 这个后备箱在正常的情况下 它的容积呢是475升 那后排座椅啊 它也支持四六分割放倒 放倒之后的纵身呢是1850毫米 拿我自己的身高来量一下 应该是可以完全舒服的躺下的吧 我来试一下 那动力方面呢 长安CS555plus的一个动力组合是 Bluepro 1.5T四高温轮增压发动机和爱信的第三代6AT电箱 最大马力呢是156匹最大扭矩225牛米 这种动力呢也不能说是特别的激情同派啊 主要还是直现在这种成熟和稳定上 包括呢它的平顺性也很好 助力转向力度呢也有三级可调 它的后悬架呢也是偏向舒适性的一个多连感独立悬架 所以我觉得这个车开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 这台车呢也配备有不少的电子辅助系统 比如说车身四周的这个四个摄像头 除了它们本身就是一个高清的360度全景影像之外 当我低速过弯的时候 打下转向灯 它就会立即调用一侧的这个摄像头 给我辅助来看一下盲区的一个情况来加强安全度 而且呢它也是一个全方位的哨兵 尤其啊在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让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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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跟我看 来来 别演了 来 我这个摄像头啊 360度全方位拍摄 不信你看吗 是你自己摔的吧 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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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眼上了啊 你现在还疼吗 好像好多了 去吧去吧 那我就先走了 行了 还蹭词 那么大年次了 这台车呢 也配备有IACC 集成式自适应悬航系统 偷速点讲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LR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我也在这个路上 试用了一下这个系统 发现和同级相比啊 它还有一些 做得更好的地方 比如说呢 它可以实时显示 我和前车的车距 那这对于不太熟悉 来擅长判断车距的 新手来说 我觉得还是 非常不错的一个功能 还有这个LCDA 变道辅助功能 当侧后方 有来车逼近的时候 不仅在这个 后视镜上 会有所显示 而且在我前面的 仪表盘上 也会有显示 这样双重保障呢 就会让人更加安心了 基于现有的这些硬件呢 CS55 Plus 还开发了一个 SEA开门自动预警功能 这个功能到底有什么作用呢 没有SEA开门自动预警时 配备SEA开门自动预警时 那总的来说 CS55 Plus 就是一台 颜值在线 驾程舒适 配置全面的年轻作家 这几年啊 试驾自主品牌的新车的时候 总是让我感叹 他们进步之快 这一次试驾长安CS55 Plus 更是再一次刷新了我的认知 那给我印象最深刻的 当然就是 它身上的黑科技了 有一些来帮助我驾驶 也有一些来帮助我安全出行的 总之啊 这一万块钱的选装包 非常的超值 全系9.19到11.49万元的售价 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厚道 那如果你预算 不是特别紧张的话 我强烈建议你 直接上这个顶配车型 毕竟这个顶配配置 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 超越了主流水平 而且这些配置啊 再过几年看 都不会觉得落伍 而如果你觉得够用就好的话 那么价格更加实惠的 CS55 Plus的炫色性 也是可以考虑的 毕竟这台车的入门标配啊 就已经相当丰富了 比如说LED日间行车灯 贯穿式LED尾灯 10.25英寸中控屏 开压监测 倒车影像 四级互联 OTA升级 AI小安等等 都有了 所以说性价比是相当的高 在10万元这个级别的SUV里面 我相信它有能力 成为年轻人的首选 听我的接连不断 断断续续 帮我的 是你的鱼 我说你的话里没有发现 能够接下来陪你 换一个续续 不玩了不玩了 玩不过你 行了你厉害你厉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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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